意见提出促进闽台经贸深度融合 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支持福建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引导台胞台企 共同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 对此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范江峰表示 这将助力台商台企在厦门扎根发展 营商环境里面 第一个 大家当然提到不断地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之外 那第二个呢 他也希望说来透过这个意见来制定 所谓的共同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两岸还是存在着很多 不一样不同轨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更好的去把两岸接轨 那在很多的行业建立共同的标准 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台湾的企业 尤其是岛内的企业到来发展 意见提出要鼓励台胞来敏就业 支持在敏各类企业 特别是台企聘用更多台湾员工 这让在下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 深感温暖和振奋 也更加坚定在大陆创业追梦的决心 我们在金美创业嘛 那其实不管是从住房补贴 还是从创业启动资金 这几个层面 帮我们度过前期很多的难关 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 尤其是专业的人才到福建来就业 那其中就包含了 扩大对台湾教师的招聘 以及扩大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的范围 我相信会有更多台湾有为的年轻人 在这边可以找到自己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身手 台湾的经贸界人士表示 意见在当前两岸形势下将发挥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合作 特别是农鱼业企业和中小企业 能够从中找到明确的发展目标 这也有利于台商台企未来更好地融入大陆发展 我们自己本身的产业的品质要提升 这样子才会有高品质的东西输出到大陆去 让大陆的消费者也能享受到 我们高品质的农鱼产品 我觉得福建出台这个政策 觉得吸引力是非常强大的 台湾的要去大陆投资的首选 大概就会变成福建了 看到说那个台湾企业这边 这次可以申请中化老字号 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一些优质的产品 能够去申请获得此殊荣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政策